嗨大家好,欢迎来到4号仓库 今天来聊聊最神秘散发危险气息 却嫉妒迷人充满魅力的真记真 他究竟是如何在人气投票连续获得两次第二名 还让许多男性读者也愿意成为真记真的狗呢? 其实在YouTube上 已经有非常多的影片解析真记真的能力与细节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 我将会以不同的角度 深入解析这个人物的过去与内心 首先时间倒转让我们来看看 支配恶魔真记真究竟是从何而来? 是凭空出现? 又或是如同人类小孩诞生于世呢? 其实在《练剧人公安篇》结束后的第二部漫画 就已经提到恶魔如何寄出于人类的体内 那就是人类因为意外冰死 没有实体属于抽象事物的恶魔 如战争、死亡与支配 就会出现并且以复活为诱饵 借此强迫定下契约 我们也大概能明白 支配恶魔极有可能就是这样得到真记真的身体 然而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恶魔 都会无法明白人类的社会结构与习性 支配恶魔很可能就在这种状态下 被日本公安发现 进而被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所重用 从政权中心开始成长的他 也逐渐开始了残酷的一生 曾记真始终追求的就是 与自己平等的关系 真实渴望着朋友与家人 但是身为恶魔的他 只懂得使用自己的能力来建立关系 曾记真在列车上曾经说过 不想去京都见那些可怕的大人物 这也说明炼剧人中最大的反派曾记真 在人类充满权衡的阶级制度下 也只是一条狗 与他签订契约的是内阁总理大臣 其实也就是握有最高行政权的日本首相 而契约内容就是 让曾记真受到的伤害 随机转移到日本人民的身上达到不死 而日本首相能得到的可能就是 使用支配恶魔的能力达到连任 总结来说曾记真 在日本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一人之上的地位 假如不是单恋炼剧恶魔 而做出疯狂粉丝的行为 基本上就是无敌不死的存在 而这也是之后 美国对曾记真展开狙击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恶魔死亡会回到地狱 在地狱被恶魔杀死 又会再次回到人间 同时就会失去先前的所有记忆 而曾记真竟然记得 没有人知道的世界大战 纳粹等等天灾人祸 这也间接证明 他可能已经活了超过50年 让观众梦碎 原来曾记真是一个欧巴奖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剧情线来说说 为什么曾记真如此迷人 其实炼剧人一开始的剧情 就让我们看见 肮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乞丐 而这时干净整洁的曾记真出现 两人不论是地位与生活 都有极大的差距 但曾记真却毫不介意 给电志爱的抱抱 还体贴披上衣服温柔喂食 甚至又香又贤惠说着 喜欢电志这样的人 各种婆抱的行为都深深让人着迷 不只让电志动心 也让读者一同爱上曾记真 话说最近我在B站看到 竟然有粉丝自制曾记真 被爆头一小时的循环影片 这也都让我们明白曾记真非常有魅力 而之后曾记真对于电志 可以说是几乎无微不至的照顾 用自己的胸部与肉体 激励电志打败强制恶魔 用棒棒糖安慰 被呕吐恶魔蛇吻的电志 但他的内心就像片头动画一样 眼里只有电志体内的炼剧恶魔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曾记真的能力就是 可以支配认为比自己低的生物 不过由于他的内心始终将炼剧当作英雄 这种崇拜与迷恋 自然也无法真正的支配电志 那为什么曾记真如此着迷炼剧人呢? 炼剧恶魔拥有最特殊的能力 就是被他吃下的恶魔会彻底消失 并且被世界遗忘 而我们也都知道恶魔会吃恶魔 支配恶魔起初应该没有现在强大 在过去非常有可能被其他恶魔追杀 而地狱英雄炼剧人 听到呼救总是会现身 也因此意外地将那些强大恶魔吃下 从此支配恶魔就对炼剧人 迷恋到无法自拔 这就是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推测 当然这个故事性饱满的人物 塑造的不可能仅仅只有冷血的一面 曾记真其实也有少数坦肉内心的时刻 在当时与公安同人聚餐后 他在隔天露出意犹未经的表情说了 昨天的酒好好喝 这里其实有个特殊含义 那就是在日本独有的下班喝酒文化 这代表着上下属之间 抛开阶级坦诚内心化的交际活动 这就是想要建立平等关系的曾记真 非常难得露出最真实情绪的时刻 另外他与电子的约会中看了十部电影 其他观众大笑大哭 两人却觉得无感 最终在一部票房不佳 难懂的电影中 像是家人般拥抱的画面 让曾记真留下唯一一次悲伤的眼泪 而这个画面就是两个恶魔 支配与炼剧 内心最渴望的事物被紧紧拥抱 这是电子与曾记真内心最接近的时刻 之后炼剧人的消息在全世界传开 让所有恶魔包括枪支恶魔感到恐惧 他们也都将电子视为必须除掉的存在 假如说电子是恶魔的头号公敌 而曾记真就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他最强大的一点就是能支配恶魔人类与魔人 并且将能力以生命为代价发挥到极限 现在拥有炼剧的支配恶魔 就成为被全世界不允许的存在 枪支恶魔与许多人类与恶魔定下契约 目的是要炼剧的心脏 而人类又与枪支恶魔定下契约要杀了曾记真 在战争中曾记真不惜进入地狱拯救炼剧 当然也除掉各种来碍事的武器人 如雷杰与光星 并且也将他们变成自己的棋子 然而战争结束后 曾记真提出想与电子单独旅行 这对电子来说就是会做色色式的暗示 结果却出乎曾记真的预料之外 因为电子无法放下 害怕暗示恶魔的泡瓦 而这也是成为曾记真打算 摧毁电子幸福的导火线 因为炼剧恶魔与电子定下契约成为心脏 而唯有将电子的心彻底摧毁 才能让炼剧复活 其实就当剧情来到了曾记真的家中 有两个重点 第一家是象征自己最内心的私密领域 而养狗代表着曾记真喜欢被爱围绕 我们也是第一次 看见他笑得像一个人类如此开心 第二就是反面的含义 他只需要完全忠诚与绝对听话的生物 我想这两个含义都存在于曾记真身上 这正反面兼具的矛盾 就是人物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 曾记真安慰失落的电子 完全就像一个妈妈一样 他说着电子很辛苦 一个人努力活到现在 这也是作者替曾记真取名的由来 日文Makima 假如用炼锯把中间的木锯掉去除 就变成妈妈妈妈妈的意思 就端端几句话展现了曾记真的母爱 但同时又演出《全电剧人》中最残酷的一幕 曾记真告诉电子 秋的真相 以及当面杀了帕瓦 并且唤起电子童年的痛苦回忆 这时的曾记真 却是开怀大笑到流眼泪 完全展现出以他人痛苦为乐的病态 剧情中曾记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台词是 我喜欢人类 就跟人类喜欢狗一样 忠诚又容易使唤 看着就觉得有趣 这表现出他始终 并没有将其他人视为同等 也才导致曾记真永远无法得到平等的关系 曾记真最终 当然做到让炼锯人重生 这强大的力量 也开始反过来威胁到日本首相的地位 而那边就是作为讨伐曾记真部队的队长 曾记真的真正目的 是想要支配炼锯人 让世界除去死亡与战争 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但事实上只有可能就是为了除掉 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恶魔 然而曾记真内心始终崇拜着炼锯人 但是唯有成功战胜才能实现支配 曾记真不管是自己战败 被炼锯人吃下 又或是成功支配炼锯人 只要自己的英雄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就是曾记真的愿望 然而炼锯人却变回电智 这也是曾记真露出最震惊与失落的表情 曾记真曾经摧毁电智的心 这次不晓得如何再次将电智变回炼锯人 所以他不断杀了电智 又为血让电智复活 完全是对于失落情绪的发泄 以及彻底对电智的折磨 最终曾记真将炼锯恶魔的心脏取出 他将永远与炼锯人的心脏在一起 由于曾记真的眼中只有炼锯恶魔 却也让以帕娃的血 暂存于体内的电智 给了曾记真出乎意料的最后一集 曾记真与日本首相签订的契约是 伤害转移到随机日本人民的身上 而电智打从心底喜欢曾记真 他用爱将曾记真吃下合而为一 这也才真正消灭了支配恶魔 而支配恶魔才过不久后 又再次出现于中国 以哪有多的名字回到人世 我们就可以知道支配恶魔在地狱 很快被杀一点都不强 这也暗示曾记真被人类养育 才成为支配世界的怪物 曾记真当初遇见电智的台词是 不能用的狗会被安乐死 完全象征曾记真见到一个生物 第一眼仅仅以地位来分辨 或许他也与电智一样 有一个属于他的悲惨人生 当然我也不是刻意对曾记真 做出可怜孤单的解读 我们在漫画中看到那病态疯狂的模样 才是精神病作者真正描绘的曾记真 其实支配恶魔也同样是被支配的对象 而曾记真的强大 很可能来自于人类的支配欲 而使用恶魔来满足自身欲望的人类 才是真正的恶魔 最后想要谢谢在上一部影片留言的观众 以及留下超级感谢的朋友 对我来说真的真的是非常大的肯定 有大家按赞的举手之劳 也让影片被更多人看到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曾记真的人物影片 今天的内容 有非常多我个人的推测 假如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又或是有我说错的地方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啰 再见 阿弥陀佛